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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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斬下眼充滿著動盪、挑戰和意料之外的2020年 斬下眼差不多已經到尾聲了 在今年靜低在Skywalk中兩個主日的正度中 我會嘗試用一些聖經的一兩段教訓 來提醒Skywalk的弟兄姊妹 在生命中一些重要的提醒和勸勉 這兩篇講道中未必有很深入的聖經 但我相信在我們現在的時勢 尤其是年尾近乎聖誕的時候 這些提醒和勸勉是對我們非常合時、非常應接的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發現或想過 當一個人的境界性慢慢開始鬆懈 我們很多時候就會變得懶散 例如大家經歷了差不多成年的長期抗疫之後 有沒有發現已經開始有些抗疫疲勞 以至我們對平日說出街要戴口罩 你要勤勤洗手 洗手的時候要洗夠20秒 出出入入都要用清洗碟去擦手 或者不要去那麼多人聚集的地方 以免中了這個COVID 但是過了成年開始有抗疫疲勞 我們就開始對剛才所說的那種防疫措施 開始有爛散 開始有一點不是很想做 尤其是被人冤枉了在家裡那麼久 因為總是大時大節的時候 就應該要出去開心一下 忍不住要跟朋友見面 所以美國感恩節假期過後 我們的COVID的Case就不斷上升 所以你會發覺 當人一鬆懈了下來 一懶散了 很容易就會帶來人生裡面 一些不如意的後果 而鬆散這一家東西 懶散這一家東西 其實人要懶散是真的有很多藉口的 尤其是中國有幾句話 你有留意嗎? 春天就不是讀書天 那就不要讀了 懶散 夏日炎炎怎麼樣? 又正好眠 熱了一頭就不要讀書 睡牆教又再懶散 去到秋涼天 天氣轉冷的時候 你就說開始轉冷不舒服 躺在這個暖粒粒的棉皮裡面 就最爽 去到冬天就說 聖誕新年 將至假日氣氛 什麼鬼都不要做 人若果真的要懶散 中國人真的一年四季都可以找到藉口 再加上我們過去一年裡面 大部分時間都是 Shelter in Placer 即居家寧 其實都會令到我們 在實際生活裡面 很多不同的範疇 平日都很嚴謹的態度 慢慢變得懶散 你想想 Shelter in Placer 在居家令一開始的時候 你在家裡上班 你要和你公司的同事進行視像會議的時候 你是否上半身和下半身都穿得好像真的上班 都很合宜 但是過了這麼久的日子 你現在在視像會議裡面 上半身我相信你還能見到人 下半身呢 短褲、睡褲、Kitty Clark 有時我們就會這樣懶散了下去 我又聽到有些朋友說 Shelter in Placer的時候 在崇拜的時候 可以早上睡醒了 屁股也不用離開床 用一張被蓋著腳亂粒粒 坐在床上看著電腦來崇拜很開心 我相信有一些高手的確在什麼環境下 他都能夠獻上他最崇敬給上帝的心來敬拜 不過我們苦心自問一下 自從SIP之後 居家令之後 我們在家裡網上的敬拜 是否比以前在教會實體敬拜 是毫不鬆懈呢 即是我們現在在家裡敬拜當中 我們是否經常都能夠高聲唱歌讚美神 獻上我們最尊崇的那份讚美 我們是否在聽道的時候 仍然是很專心 去被聖靈降伏 去聽神的話語 我們在SIP的崇拜裡面 我們仍然是否能夠 非常地將神應得的敬拜 完完全全的獻上給祂呢 這是我們要反思要自問的情況 我想指出就是在今年 尤其是居家抗疫差不多成年的日子裡 的確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 很多不同的範疇 包括我們的崇拜生命 甚至乎我們的淑寧生命裡面 都可能因此而懶散而鬆懈 這樣就會令到我們 做了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 就好像在聖經裡面 其實對信徒有一個很重要的命令 就是要我們彼此相愛 對吧? 但是你想想 在現今這個後現代社會主義之下 其實你和我 很多人 其實只要能夠自己一個人上網 活在自己的虛擬世界環境當中 在平日我們都已經覺得 不是很需要跟這些真人有實體接觸 我們都會感到滿足 我們很窄也好 都很滿足的環境之下 我們越來越少機會 去彼此相愛 還有一件事 你想想 我們平日在美國的生活 因為地大人少 相對來說 我們都沒有什麼機會 不是像在香港一樣 一出街就鬥口鬥面遇到人 我們平日接觸人的機會都少 在成年抗疫環境之下 我們接觸其他人 接觸其他弟兄姊妹的機會 其實比以前更加少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久而久之 我們彼此相愛的機會少了 我們慢慢就有可能 我們根本會忘記了 神透過聖經 要求信徒彼此相愛 這個重要的生活模式 悶途生活模式 因為懶散 而無法活出聖經彼信徒 彼此相愛的生活模式 我相信 不是一個愛神跟隨神的基督徒 希望見到在自己身上發生的事情 是嗎? 所以 今天這篇正道的題目 叫愛在深秋 所以大家理所當然應該猜到了 我就是想用這篇的講道 來對大家提出一個提醒 就是在這個深秋臨近聖誕的日子裡 我們能夠切實實地 仍然活出彼此相愛的神的命令 一個悶途的生活模式 以致我們能夠用我們的生命 來帶領身邊的人 去認識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 彰顯神的愛 但你又不要只看了這個 Sermon Title 愛在深秋 你針對著這個Sermon Title 就來跟我說 阿Pasar Jim 愛什麼在深秋 12月都快到了聖誕 還深秋 冬天都來 不是深秋立不做 請你不要這麼快地說 千萬不要這麼想 看看頭影片 因為如果你去Google搜尋一下 我們北半球秋天的日子 其實是由9月22日至12月21日的 今天只不過是12月13日而已 絕對是深秋 所以愛在深秋 你不要只想起譚詠倫唱的歌就算了 你要記得這篇道裡 是挑戰你在深秋林的聖誕日子 去活出今天關於彼此相愛對你的挑戰 以及對你的勸勉 你想清楚 其實不經不覺 我們今年在網上崇拜 已經差不多九個多月了 在這九個多月的網上崇拜裡面 其實沒有機會像實體崇拜一樣 在廣道裡面跟弟兄姊妹有互動 所以我今天想試一個互動的實驗 假設剛才 我們現在在Facebook Live 崇拜 假設我剛才一說愛在深秋 你的腦子是想到譚詠倫唱那首愛在深秋的歌 甚至是記得一兩句歌詞 我請你現在在你的Facebook Live Watch裡面 按個深秋的按鈕 不是手指弓 按個深秋的按鈕 按了之後你會安樂 那時候今天廣道遲一點 我不是叫你按鈕是為了玩的 有原因 你聽到廣道後你就知道了 遲些我就會叫工作人員 我叫Helman 在廣道裡面 他會告訴我 有多少個Skywalkers 或者有多少個在參加我們崇拜的人 是按了深秋 即是說你是記得《譚詠倫》那首歌裡面 或者是一兩句的歌詞 OK? 記住這個互動不是玩的 是有心意的 過去九個多月 我們在家居抗疫裡面 其實很可能我們都會因為一些懶散的情況 慢慢忘記了 或者沒有機會去實踐聖經 叫我們彼此相愛的命令 所以今天我們要對大家提醒的挑戰 其實就是關於彼此相愛 但彼此相愛其實在基督徒生命裡面 都很重要的 我想給大家有三個的原因 去提醒大家為何彼此相愛重要 彼此相愛重要的第一個原因是為何呢? 因為信徒彼此相愛的時候 就能夠帶人去認識神 來到這個深秋臨近聖誕的日子 你想想其實就是大好機會給我們 去向身邊的朋友信徒 作出彼此相愛的行動 來到去宣揚神的愛 帶領身邊的人去認識神 認識耶穌基督的福音 為什麼呢? 因為聖經約翰福音十三章 三十四至三十五節 是這樣說的 請大家一起來到 跟著Maisy來到中讀 約翰福音十三章 三十四至三十五節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 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 我怎樣愛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 眾人因此就認出 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聖經講到明 若果我們彼此相愛 人家就能夠從我們彼此相愛的生活模式 認出我們是耶穌的門徒 認出耶穌認識耶穌 所以我們看到聖經裡面說 我們彼此相愛的生活模式 能夠帶人認識神 當人家見到我們與別人不同的生活模式 自然能夠吸引人去認識 改變我們生命的那位神 令我們生命變得更加豐盛的 那位救主耶穌基督 所以信徒要記住 信徒彼此相愛 第一個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當我們彼此相愛的時候 能夠帶領身邊的人去認識神 而我們在居家令過了這麼久的日子裡 若然萬一我們屬靈生命有所懶散 忘卻了去活出彼此相愛的話 我們要小心 居家令可能令到你和我 在屬靈生命上面有所懶散 忘記了活出彼此相愛 其實當你和我少了和弟兄姐妹和身邊的人相愛的時候 是反映出一件事 就是我們少了愛神的心 為甚麼? 看看以下的一段聖經 就是約翰一書五章三節 約翰一書五章三節告訴我們 我們遵守神的戒命 就是愛祂 並且祂的戒命不是難守的 這裡說當信徒願意遵守神的命令的時候 就顯示出我們愛神 當我們少了彼此相愛 我們少了遵守神的戒命 忘卻神的命令的時候 反映出我們少了愛神的心 若果我們少了愛神的心的時候 就真的不要忘記啟示录第二章第四節 對信徒一個的警告 在啟示录二章四節記載了 耶穌基督去紮備以忽所教會 祂缺乏了愛神的一段warning 我讀啟示录二章二十四節給大家聽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紮備你 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離棄了 英文是說 You have departed from your first love 啟示录二章四節中提到 以忽所教會失去了起初的一份愛心 這個愛心不僅是指導他們愛神的心 亦可以指導以忽所教會信徒中彼此相愛的心 當他們失去了這份愛心的時候 就得到耶穌基督的責備 為什麼我們相信會說 其實這個愛心是包括了彼此之間互相相愛的愛心呢 因為在以忽所書 即是其實在啟示六成書前大約三十五年 使徒保羅寫給耶穌所教會的耶穌所書 第一章十五節裡面 其實清楚指出耶穌所教會當時的信徒 是彼此相愛的 請大家一起跟著在美時 還讀下下來這兩節的經文 耶穌所書一章十五、十六節 因此,我既聽見你們信從主耶穌 親愛眾聖徒 就為你們不住地感謝神 託教的時候,神提到你們 由此可見 信徒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千萬不要懶散 千萬不要忘記實踐彼此相愛 因為如果我們忘記了彼此相愛的時候 這件事不是託神喜悅的 也會很可能令我們受到神的責備 這就是我們為何彼此相愛重要的第二個原因 而第三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在彼此相愛的時候 我相信你能夠帶給你自己 和你身邊的人 是喜樂 甚至乎帶給牧養你的牧者 生命上有喜樂 你試想想 當人與人之間有愛的流動 一方面付出愛 一方面願意接收愛 而願意接收愛的 又願意去付出愛的時候 整個社群、整個community 都能夠享受到彼此相愛 所做的好事當中所帶來的喜樂 甚至乎能夠令到你的牧者開心 因為為什麼呢 牧者能夠見到信徒 活出聖經要求信徒 所有的門徒生活模式的時候 就自然會喜樂 就好像保羅在貼薩羅尼加後書一章三節說 當他見到貼薩羅尼加的教會 能夠彼此相愛的時候 他就happy了 看看貼薩羅尼加後書一章三節 請大家一齊跟著Maisy去中讀 貼薩羅尼加後書第一章第三節 看不見到作為牧者的保羅說什麼? 他說見到大家彼此相愛的心 令到他開心 所以第三個彼此相愛之所以 重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在貼薩羅尼加後 是因為彼此相愛能夠帶來喜樂 講到來到這裡 其實已經很簡單地帶出了三個彼此相愛重要的原因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信徒彼此相愛能夠帶人去認識神 第二個原因就是信徒缺乏了彼此相愛的話 就是不討臣喜樂是會受到神責備的 第三就是彼此相愛能夠帶給人喜樂 那作為你的牧者的我 在今天想你實踐什麼彼此相愛的行動呢? 彼此相愛的方式有很多種 不過今天我想跟大家特別專注 是去活出《約翰一書》裡面所說 彼此相愛這個行動背後 兩個重要的心態 以及這兩種心態帶出來相應的幾項實際行動 我們今天要從大家看《約翰一書》看看 《約翰一書》對彼此相愛有什麼要求 有兩種重要的心態 按著這兩種心態 我們會給幾項實際行動來選擇 來實踐 首先要跟大家說的就是《約翰一書》裡面告訴我們 彼此相愛其中一樣重要背後有的心態 是你要有甘心付出甘心犧牲的精神 我們看看這兩節的經文 請大家一起跟著阿Maisy 來到《約翰一書》第三章十一和三章十六節 我們應當彼此相愛 這就是你們從起初所聽見的命令 主為我們寫命 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 我們也當為弟兄寫命 彼此相愛第一個心態要甘心付出甘心犧牲 就是由《約翰一書》對愛的解釋看出來 你會看到如果你去做一下research 其實在《約翰一書》裡面大約有二十五至二十六段 看你怎麼計算 二十五至二十六段的經文都是在說愛這件事的 《約翰一書》三章十一節清楚地告訴我們 彼此相愛就是耶穌給我們每一個信徒的命令 而在十一節中所說的愛的動詞 即是阿加巴奧 而在十六節中所說愛的名詞 阿加皮 就是基督徒中我們經常所說的 彼此相愛中的犧牲的愛 一份犧牲的愛 但是如果你的記憶力超好 不知道為什麼 你還記得在2016年聖誕節有講過一篇 叫做《聖誕不如想想愛》裡面 其實我解釋過 在希臘文當中其實有四個字是解釋愛的 而這個阿加皮 或者阿加巴奧 如果你去查這個聖經的希臘文字典B-Dec 你會得到那個阿加巴奧的definition 其實是說對別人有一個溫暖的關心和興趣 你查字典你不會找到阿加巴奧或者阿加皮 是解犧牲的愛的 但是他真的是解犧牲的愛 為什麼呢 是因為你要由聖經裡面 用阿加巴奧或者阿加皮的上下文內容 來看出原來聖經用阿加巴奧或阿加皮的時候 就是講一份願意犧牲的愛 約翰一書三章十六節 正正就是這段經文 再讀一次三章十六節給大家聽 他説主為我們寫命 我們從此就知道何為愛阿加皮 我們也當為弟兄寫命 所以從約翰一書裡面 我們就看到他提醒我們 我們在彼此相愛裡面 是需要有一個願意甘心付出 甘心犧牲的態度和精神 約翰一書三章十六節告訴我們 你看看沒有嗎? 耶穌為我們寫命 我們知道什麼是愛 愛就是願意犧牲的愛 他還叫信徒為彼此寫命 我也明白了 其實信徒為信徒之間彼此寫命 其實就是彼此相愛一種很崇高的層級 我也明白你和我命制只有一條 就不是貓有狗命 我們寫了一條命之後就沒有了 所以若然人生 你的基督徒人生去到一個地步 是需要你為身邊的基督徒寫命的時候 你就按著神的感動去做了 但是我想給大家日常生活的挑戰裡面 就拿了這一節經文裡面的忠心思想 就是希望大家在彼此相愛的行動背後 是需要有那種願意付出 願意犧牲的那種心態那種精神 你和我不要只懂得去接受愛 我們要懂得甚至乎在逆境之中 仍然去向人付出 願意甘心付出願意犧牲的那一份彼此相愛的行動 所以今天我給大家作出第一個生命挑戰 就是你要向身邊的人付出相愛的時候 是要有要求的 是背後要有著一個甘願付出甘願犧牲的心態 例如譬如兒子和我 Eric和我都很喜歡吃Hawaiian Pizza 吃晚飯的時候已經吃到最後一塊了 但是當時兒子還沒飽 我還沒飽 我們兩個人吃 Irene不知道她在哪裡 可能她要逛街 可能她要上班 沒有力 不是重點 重點是剩下一塊兩個都很喜歡吃的Hawaiian Pizza 我又肚餓 兒子又肚餓 那怎麼辦呢 當時因為我明白到 兒子發育時期 他又肚餓 他又很喜歡吃 我就寧願捱著肚餓 都將最後一塊的Hawaiian Pizza 給了兒子吃 那這種算是有少少叫做 付出心態的犧牲的愛的行動 又或者在Shelter in Place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你家裡的太太 就突然間儲慶大發 很想去學煮菜 就煮了很多很新穎的菜式 去學她第一次 很有突破 但是煮出來的食物的色香味 就跟馬拉松一樣 是跟現實的理想 有一段馬拉松那麼遠的距離 而作為丈夫的你 就是甘願抱著一個無懼破壞自己 魅雷功能與及腸胃不適 柯嘔吐痛的大無畏精神 就狂風掃落葉 一夜替你太太吃了煮的食物 全部掃清缸 以示你對太太的支持 這一種都可以叫做有所犧牲的彼此相愛的行動 剛才那兩個頗為搞笑的例子 只是想告訴你 今天牧師挑戰你的彼此相愛的行動 是需要背後有付出、有犧牲的 不是隨便做一點點事 交個行貨就算了 等待真的給你的實際行動挑戰 就不會像剛才那兩個搞笑的例子那樣 那麼輕鬆的 你有心理準備 記住 第一個給你的挑戰是什麼? 就是跟人活出彼此相愛行動的時候 背後必須有甘心付出 甘心犧牲的心態特質 而第二個給你的挑戰 就是彼此相愛背後應該有的心態是什麼呢? 就記載在約翰一書第四章第十九節 聖經記載它說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這句話很多人都會說過 尤其是在婚禮的時候 但是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是為什麼呢? 你跟上一句上下文 跟上一句原文的解釋 其實這句話的解釋就是 第一,可以解釋就是 我們去愛的原因 是因為神先愛我們 就是說 神先愛我們 以至我們因為愛神 願意遵守神的命令 所以彼此相愛 又或者可以解釋就是 因為神先愛了我們 我們跟神有關係 以至我們能夠 依靠神的愛和力量 去實踐信徒之間 與身邊人與人之間的彼此相愛 所以你會發覺 神先愛我們這個原因 這個起動力 是非常之重要的 不是因為神的 OK 但是那些愛的行動 都是好的 都需要做的 但是我們做的時候 就未必符合約翰一書 裡面對彼此相愛的要求 就好像今時今日 很多時候 新一代的 美國年青的新一代 很多時候都很喜歡 去做community service 那時候我們讀書也有讀的 原因是為何新一代 那麼喜歡做community service 去做義工 諸如此類 是好事來的 但是他們去做這些義工 可能去派飯、給禮物、派衣服 去服侍homeless 諸如此類 他們未必是因為愛那些有需要的人 而是因為當時社會的風氣 告訴他們 這個做義工慈善活動 是一件善事、一件好事 你做的時候 在一個peer裡面 大家都會喜歡做的 有一個peer group positive pressure OK 並且你做的時候 會令到自己感覺良好 會feel good 所以就去做 的確有些人去做這樣的慈善活動 是真的因為愛那些有需要的人 但是當中有很多人 做這些行動 其實不是因為愛的 但是這些行動都是好的 需要做的 因為始終 為什麼呢? 你是benefit 到其他人 是不是? 但是作為基督徒 你去想一下 我們是否應該在做這些好的 因為愛的行動背後 其實若然能夠滿足到 神對我們的要求就更加好 所以在你和我去參與這些慈善工作 這些愛的行動背後 我們應該立志就是說 按照若漢一書所說 我們應該要培養 因為神愛我們 所以我們願意去愛神 愛神的命令 所以去給此相愛你這種心態 當中我們要培養 因為神先愛我們 我們就去學習 以靠神的愛 以靠神的力量 去愛其他人 當我們這些愛的行動背後 滿足了若漢一書裡面 對我們愛的行動背後的心態要求的時候 我們就能夠達標 我們就能夠完完全全地討神喜悅 因為你想一下 如果這些愛的行動 不是因為我們愛 因為神才愛我們的話 當我們在這些行動當中 要有所付出 有所犧牲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自然就會打退堂鼓 例如我們可能在晴天好天的日子 我們會願意出去做義工 去派飯派禮物 但是好像今天天氣這樣 下雨絲濕又冷的時候 我們就會打退堂鼓 因為我們不是出於愛 我們是出於令自己feel good而做 下雨絲濕你都不feel good 你怎會去做呢 是不是 有時候可能 我們會很願意去教導一些 生得比較標誌、可愛的大學生 如何去做功課、如何去溫習 因為為什麼呢 對著一些生得俊美的人 的確可能是上心樂事 但是我們對著一些可能生得比較平庸 又不曉得口甜舌滑的大學生的時候 我們就可能不要去教他們怎樣讀書 連幫都不幫 見都不想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種所謂愛的行動 若然不是出自於神的愛的話 我們去做其實只是滿足自己的個人喜悟 所以各位聽師妹 你要留意 當你和我有彼此相愛的行動 但這種行動背後是缺乏了聖經的要求 即是說不是我們愛因為神才愛我們 不是我們願意因為愛神而甘心付出有所犧牲的話 就會很容易衍生出熱愛教導其他人的聖經 但卻沒有為父的心的傳導人或信徒領袖 亦都會衍生到很喜歡跟別人說耶穌 但是他只不過是恩賢地做和他喜歡說話 卻沒有愛人靈魂心智的傳導者 這就是大件事 各位兄姐妹 我們要努力不只是做了彼此相愛的行動 更加是要活出聖經對彼此相愛所要求背後的那種心態 就是我們愛因為神才愛我們 願意甘心地去付出和犧牲那種心態 這樣我們才能夠鍛鍛鍛鍊到自己 著緊神所著緊的去愛神所愛的 以至將來我們真真正正能夠 如聖經的吩咐一樣去愛我們的敵人 當我們清楚日行一書對彼此相愛背後所要求有的心態時 千萬不要大直說的說字不去做 為甚麼呢 看看以下下來的這段聖經 請大家一齊跟著Maisy來中讀 《約翰一書》第三章第十八節 各位兄弟姐妹 大家留意這段經文 不只是說叫我們不要只八口 一定要做這麼簡單 你要知道它怎麼解釋 這次聖經指出了彼此相愛的行動 究竟有什麼準則 你留意十八節下 它說的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 英文是indeed and truth 為什麼要告訴你英文呢 因為其實這句解釋 應該是跟十八節上所提到 言語和舌頭的關係 十八節上你留意 而言語和舌頭的關係是什麼呢 言語是由舌頭而出的 你用舌頭 你用舌頭動你才能夠說話 所以十八節下 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的意思 你留意誠實 原文譯出來是truth 即是真理 所以這句說話在說 彼此相愛的行為 都是要由真理所帶出 即是彼此相愛的行動 是要和聖經的教導互相吻合 是合乎神的心意 合乎神的話語 是對聖經的要求 所以 你可能很甘心 你很願意犧牲的 經常提供錢 給你那個 因為貪財 而經常去賭錢的獨生子 去Vegas 來經常豪賭 這些是你作為父親母親 一個彼此相愛的行動 但是就不是符合 聖經要求的相愛行動 明白嗎 所以聽師妹 當我們實踐彼此相愛行動的時候 都一定要我們所做的事情 是合乎聖經的教導 所以來到這裡 你要清楚知道 今天我想給大家的提醒是甚麼呢 就是居家令防疫措施 都差不多咬了成年的日子底下 可能你和我都會懶散 因為人與人之間 少了機會接觸 我們沒有甚麼機會 實踐彼此相愛 我們開始對這條命令 又鬆懈 但是你不要放下 這個彼此相愛的行動 原因是為甚麼呢 彼此相愛很重要的 有三個原因 第一就是彼此相愛 能夠帶人去認識神 第二 信徒若果缺乏彼此相愛 不是一件神所喜悦的事 會受到神的責備 第三 彼此相愛 能夠帶給人喜樂 而今天給大家提醒 彼此相愛背後重要的心態 就是包含了 第一 我們是要有甘心付出犧牲的特質 還有的就是 我們愛 因為神先愛我們 我們要確保我們所做的事 是真的源自於神 我們是回應神的愛 並且要學習倚靠神 來實踐合乎聖經教導的彼此相愛行動 說到這裡 對於天能聖經教會的弟兄姊妹 即究竟我們在深秋臨近聖誕的日子 我們有甚麼實際行動 可以來活出一個原本聖經吩咐的彼此相愛呢 我專門叫了Skywalkers 的 core members 建議了幾類型的實踐行動 讓你去選擇 希望你能夠 去當中實踐 給你這些例子 我亦都會給我一些Skywalkers 或者是我的例子 來給大家了解 我們給大家挑戰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但是 李牧師 我希望你接受這個挑戰 也有些要求 就是由現在到年尾這個月 我希望你每一個星期 至少選一兩宗 我們所提出的活動 或者你自己想到有符合 我講到要求中所講的彼此相愛行動 來實踐出來 以致你能夠帶領身邊的人去認識神 而你自己又能夠經歷神 去屬靈生命有所成長 OK 首先 我給大家的挑戰 就是你去exercise 彼此相愛行動的對象 對你來說 都會是一個挑戰的 因為我希望你 不要只是跟自己屬到七彩的人 才有彼此相愛 我要求你去實踐彼此相愛行動的對象 是你平日不太屬落的人 OK 我要求你去對平日不太屬落的人 來實踐彼此相愛 即是像Victor和Hermon那樣 每個星期他們都要坐在那裡 來準備崇拜 完了崇拜之後 Victor就會煮飯給Hermon吃 這種都是好的彼此相愛行動 但是他們兩個因爲這麼深厚的兄弟情 這麼屬落 這種行為要繼續做 不過不算數 又或者像Stephanie和Nicole 兩個好姊妹經常會見面 經常會互相扶持 好的繼續做 但是他們之間的彼此相愛 不算數 又或者像Eric和橫肯、蠟蠟、丁丁 都很朋友 那我的家庭和Ernest的家庭 兩個彼此相愛的行動 都不算數 我要求大家 跟你身邊平日不太相熟的人 都去實踐以下下來幾樣的彼此相愛的行動 每個星期只有一兩單來做 行嗎?行嗎? 你別跑去煮公仔麵 在家裡給媽媽、給老婆吃 你當作交行貨算數 這樣就不算數 現在告訴你 Core Members有哪幾樣的提議 第一 有好幾位核心成員 都會提議 我們第一個彼此相愛的行動 就是關心身邊的人為其他人祈禱 但是你想想 這家庭我們經常在教會裡面都做的 會不會有些行嗎? 所以其實這個當中 是內有乾坤的 你聽清楚我們做什麼了 你要去關心身邊的人 你要去為別人祈禱 但是第一 你是需要有耐性 有Patience 來去聆聽 你要耐心做一個聆聽者 然後你是要適時地回應其他人的需求 就是Be Responsive 別人有需要 你隔十天之後才找他 第三 和第四就是怎樣? 要作出一個持久的支援態度 如果你看英文容易一些 就是要Be Patient 要Be Responsive 你要Be Consistent 還要Be Supportive 就好像怎樣呢? 如果大家記得早兩個月 我在港道裡面提過 我關心一位我未信的朋友 他因為要找工作 為什麼呢? 他做開的那間高科技公司 每年都裁有九千多人 都幾乎九千多人 不是太誇張 那時候 很無安全感 令人生很大壓力 所以就去找工作 進了兩個月前 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跟這位朋友聊天的時候 就去為他的interview祈禱 鼓勵他當中去學習以靠神 就是複雜教託 等自己的壓力 不用太大 那過了兩個多月 怎知道前一陣子 Fansgiving的時候 從第二位朋友聊天當中 知道 我那個朋友 做過的那間公司 又有一個新一回合的裁員潮 有很多人 過了Fansgiving之後 就不用上班 所以我早兩個星期 就紮紮臨打電話給我的朋友 問問他 喂 我又聽到 你的公司又有裁員潮 你可不可以嗎 感恩 我朋友告訴我 他可不可以 即是工作還能保住 但是辛苦又來了 即是說 那種壓力又來了 又要開始 他做了一行 他又要回去讀書 因為他要review很多東西 讀書 準備interview 寫信 找工作 但是家裡有兩個小孩 那時候又是經濟支柱 很煩氣 很大壓力 我就耐心去聆聽 聽完之後 再次鼓勵他 他說我們繼續為你祈禱 到你interview的時候 記住告訴我們 Skywalk又為你祈禱 那時候 希望今次你能夠學習 去依靠神 因為過去一兩年 裡面 跟他的聊天 我看到他每一次的interview 裡面 都開始經歷神多一點 壓力慢慢放鬆一點 依靠放鬆一點 他開始感受到 神給他的平安 我不僅僅著 我這位好朋友 他生命是不是 生活得安穩 我亦都很著緊 就是他可不可以 去認識神 有一天信耶穌 所以那頂子 我們有機會的時候 做一個好的聆聽者 去關心其他人 去為其他人祈禱的時候 但不是一次半次 是一直長時間 去關心其他 去關懷其他 Be patient Be responsive Be consistent Be supportive 大家記不記得 有時候的而且確 我們要去實踐一下 我們愛因為神才愛我們 都有難度 有時候我們真的要 怎麼說呢 克服了一些猶疑 而我們才能夠 甘心付出 甘心起床的 來關心別人 為其他人祈禱 為何這樣說呢 你聽我說到 你也聽過 其實我作為一個傳道人 有些事情都會害怕 害怕是甚麼呢 晚上的時候 收到text message 是甚麼意思呢 你想想 做完整天的事 我都會累的 晚上我很想自己 一個人去放鬆 睡場好覺 你說晚上11點 12點 收到text message 即是收到會有text message 的時候 即是有事 那一下子的驚慌 就令到有些掙扎 喂 看個 message 還是不看個 message 好呢 你想想 作為一個傳道人 若果到這個時刻 我選擇不去看 message 的話 萬一會有甚麼 叫救命三長兩短的時候 我是不是一個稱職的 愛揚的傳道人目者 我還是一個願意 彼此相愛的基督徒 所以 是會有猶疑 但是也要克服這種猶疑 來圓滿聖經對我們信徒的要求 上個星期 有一天晚上 就是晚上11點半 收到的 message 看了 message 我真的猶疑了幾秒看還是不看 最後當然是看 是不是 原來發覺是我們 skywalker Grace 她在 WhatsApp 告訴我 她覺得有一點屬靈性的攻擊 內心很不平安 OK 那時候很煩氣 那時候叫我為她祈禱 當時我還未睡 因為放下所有東西 就為她祈禱 但不只是祈禱過一次 由收到 message 到晚上 睡覺之前 就繼續祈禱一、兩次 睡到半夜又起了身 那時候又為她祈禱 感謝神 第二天 Grace 就 send a message 告訴我 她那晚終於 內心從神而來 得到平安 睡得很好 那時候我就高興了 原因是什麼呢 不僅是神給了機會 我去學習 去付出 去犧牲 來做彼此相愛行刀 亦都令到雙方 Grace 和我 都能夠經歷到 討告的大能 經歷到神的信實 那我們的熟靈生命 互相都有成長 是不是 那時候互相都經歷到 所以對雙方來說 都是一件好事 剛才那段 message Grace approved 我說的 可以提名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可能我們都去想一想 我們身邊有沒有一些人 可能是大學生 可能是身邊有些生命有需要的人 可能是未成員朋友 現在正正是需要你和我去關心 需要你和我去為他代討 如果有的話 我們就去實踐彼此相愛 但是記住 這個彼此相愛關心人 和人祈禱的行動 不是那麼簡單的 有幾樣東西 是什麼 你要有耐性 去做一個好的聆聽者 你要適時的去回應他的需求 Be responsive 你要作出持久的支援 四個英文字是什麼 Be patient Responsive Supportive 以及Be consistent 以至我們實踐彼此相愛的時候 不單止帶給身邊的人有喜樂 帶領人認識神 我們自己都能夠有所成長 而今天要給大家 第二個實質行動的挑戰是什麼呢? 就是由關心、關顧 所引發出來的下一步行動 我簡稱叫做Next Step 舉個例子給你聽 你就知道我說什麼了 你可能關心一個人 你關顧一個人 你為他祈禱 但是還有下一步接著行動 舉個例子 這個例子就是 我們其中一位Skywalker Joanne 她在公司裡有一位同事 人到中年已經有家庭 有事業 子女又長大 現在她就開始思想人生的意義 對信仰有一些問題 所以Joanne就好心地 不辭勞苦 去找一些信仰問題的答案 給她的同事聽 但始終有一些問題 她解決不了 她就因為關顧 因為關心她的同事 就作出下一步 Next Step 的行動 就是相約我 她的牧師 跟她的朋友 做一個網上的聚會 希望可以聊天 Joanne這樣做 其實她要跨出她自己的 comfort zone 走出她的舒適區 為什麼呢? 她要有所付出 又要犧牲的 首先她要有勇氣 去開始一個 meeting 邀請她的同事朋友 又邀請我 一起去相聚 你要明白 有時人臉皮薄 或者是怕麻煩到牧師 或者是怕麻煩 怕失敗 怕被人拒絕 她就不會做這些事 但Joanne是願意付出 所以她就設定了這個 appointment 但她設定了這個 appointment 所以她又不只是 扔了個球給我便算了 那時候她願意在她工作的時間日子 特地請了兩個小時假 來參加我跟她的同事 一起的網上聚會 聚會開始之前 即是前一兩天開始 她已經開始為我們祈禱 為什麼呢? 牧師不是每樣都認識的 都需要神當時的帶領給能力 亦是那位朋友需要有神的感動 去接收羽兒的信息 所以在整件事的行動中 你會看到 還有 在聚會的兩個小時中 Joanne很心機 她坐在那裡默默地去聆聽 以示對她朋友的支持 所以你會看到Joanne設定了 appointment 之後 就是這個設定 appointment 和她在當中的參與祈禱 就是因關顧瘟慰為其他人祈禱 所帶出來的 next step 行動 而當我看到這位 Skywalker 是願意付出 願意有犧牲的 每次相愛行動的時候 作為牧者的我 都會覺得開心 因為我看到別人願意給神使用 願意在生命上為神有突破有成長 所以各位兄姐妹 若果當我們認識到神愛世人 我們願意去關心其他人 去愛身邊的人的時候 你不妨就嘗試去做 next step 這個 next step 可能很簡單就是 你因為我們愛 因為神仙愛我們的緣故 你就去車人買菜 或者為人預備食物 甚至乎 又或者 可能在這個深秋臨近聖誕的季節 你就去做義工 你去派飯派衣 shoe box 禮物 什麼都好 甚至乎有個朋友給了我一個挺好的建議 他說什麼呢 很多人都存夠錢來課去旅行 每年去旅行 但是因為今年疫情關係 你去哪裏都不用去 那你不如考慮一下 就將你今年儲來去旅行的錢 看看你身邊有沒有一些有需要的慈善機構 或者是基督教團體 甚至乎是宣教士 你就購買給他們 你不一定要儲來今年的錢 讓你2021年去過 超勁的環遊世界豪華旅行團 明白嗎 不過記住 當你想到 適當合乎聖經教導 我們愛因為神才愛我們 你要甘心付出甘心犧牲 而當中這些行動 又合乎聖經要求的時候 你就去做 但是記住你做的時候 make sure 是圓滿到 培養到 若翰一書對彼此相愛的那種要求的心態 那你就有成長 OK 所以弟兄姊妹 活出我們愛 因為神才愛我們 要有甘心犧牲付出 合乎聖經教導的彼此相愛行動 next step 就是我給大家第二個挑戰 第三個挑戰是什麼呢 第三個挑戰 Skywalk的call members 它說你可以應用在你的friend上面 為什麼呢 因為就算你friend過打band 都是會有一天有機會 有意見不同的日子出現的 所以call members 迫出第三個挑戰就是 要跟你不合乎的人 以愛相待來活出彼此相愛 你可以將剛才說的兩個挑戰 就是關心討告 以及next step 應用在跟你不合乎的人身上 或者你就對著跟你不合乎的人 用一個彼此相愛的態度來互相對待 尤其是你的親人 你想一下 你是否跟你親人有意見不合的時候 最容易發脾氣呢 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在別人的面前 做到自己 對我的太太 對我的老公 對我的家人好得不得了 但是當一吵架的時候 就有可能在沒有人見到的情況之下 跟跟你不合乎的親戚 沒有刀弄槍 和說說廣東話 轉了說英文 開始因為你說粗口 但我們深知這種對外十分體面 但是對內就狂野 性情盡顯的生活模式 不是一個討臣喜悅的情況 所以當我們跟意見不同的人 相處的時候 我們能不能夠我們愛 因為神才愛我們 而願意控制一下情緒 控制一下態度 來跟不合乎的人以愛相待呢 早兩個星期Fansgiving Fansgiving星期六是假期 本身Irene和我打算約了一些 弟兄姊妹出去行山 終於那一招我們都沒有行山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用了來吵架 其實那一招的吵架 就吵了十多分鐘左右 但是之後呢 我們用了一個多兩個小時 來去聊天 來去了解 究竟是對方在想什麼 以及自己做了什麼來辣慶對方 因為你其實發覺 你結婚久了 你會發覺 其實有時兩夫妻口角喊牢 不是因為誰做的事對與錯 只不過是communication 溝通上出了誤會 而令到大家不開心 每一個人都會有心情不好的時間 每一個人都會有態度惡劣的時期 大感謝神就是說 我們兩夫妻都是愛神的人 我們都想圓滿聖經中要求兩夫妻 彼此相愛融洽的那種狀態 所以當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每次發覺彼此的聲調開始高企 和情緒高漲的時候 大家都能夠幫對方和幫自己控制一下 繼續好好生氣繼續說下去 感謝神 搞了一輪之後 終於我們是能夠化險為儀化 乾過為玉白 就復和了 之後我和Irene吵完膠之後 其實有機會在過去兩個星期 和弟兄姐妹聊天的時候 我也有分享到我們這個 從失敗當中學習到成功的見證 即是兩夫妻吵完膠 但重點是什麼? 我們能夠用到神的principle 來祈福我 我就將這個見證 和其他結婚團的弟兄姐妹分享 為的就是希望鼓勵大家 能夠在我們對著一些意見不合的 不適合的人 包括我們的親人的時候 仍然能夠因為 神愛我們 我們願意去愛神 遵守神的命令 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緒 來好好地和其他人以外相待 所以弟兄姐妹 在你的家庭、工作、學校 人與人的相處之間 你看到一些和你不合的人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學習以外相待? 或者你對著一個和你意見不同的人 討論神學問題的時候 或者對著一個和你意見不同的公司同事 在討論工作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控制一下 不要用一些串串供 乃是招職、乃是挑機的態度 反而是能夠以神的愛 以靠神 以靠神的愛 以神的能力 來好好地和人以外相待呢? 你想想想當對方看到 你明明鞠躬起 應該很火爆的情況下 你有與平常人不一樣的生活態度的時候 你以外相待的態度 就吸引人去認識 改變你生命的神 你就能夠吸引人 透過你與別不同的生命 來去認識 改變你、拯救你的耶穌基督 記得我們說過嗎? 信徒彼此相愛 能夠帶領人認識神 所以改定姊妹 記住了 給你第三個實際行動挑戰的類別 就是說 怎樣呢? 你是對著與你不適合的人 仍然能夠以外相待 這是第三個實際挑戰行動 最後一個挑戰行動 給大家去選擇的時候 記住 選定一兩個 每個星期做一兩單 在未來一個月 第四個挑戰行動是什麼呢?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在可行的情況下 跟同心的基督徒一齊同工 來做出彼此相愛的行動 以致大家能夠享受當中的共同喜樂 以一個教會合一的心、合一的身份 來互相鼓勵彼此相愛 就好像上個星期收到電話 有個大學生叫來 Pastor Jim 我痛得動不了 我問他 一至十的痛你痛到多少? 他說痛到八 聽到的時候我立即害怕 那怎麼辦呢? 我立即叫Hermon 為甚麼就叫Hermon跟我一起去找那個學生 原因是什麼呢? 一至十的痛到八 萬一我要帶他去Urgent Care的時候 那個學生比我還高大 我如何抬他上車? 就找Hermon去 Hermon一聽到的時候 就異話不說 就請了幾個小時的假 就跟我一起去找這個學生 但我們先去Target 去到超級市場的時候 Hermon和我冰分兩路 Hermon就立即去買一些Gatorade 買一些簡單的食物 我就立即去找藥 兩個人去到學生家的時候 幫他收拾一下 立即我煮東西給他吃 然後叫他吃藥 Hermon就上網幫他看看 因為這個學生是留學生 他來美國從來沒看過醫生 所以他不知道怎樣看醫生 Hermon立即上網看看 怎樣跟他做網上網 我又叫Kaley Kaley立即在家裡 又幫忙 幫忙做甚麼呢? 他就立即上網查一下 他那個學生在某一間學校裡 所買的健康衣服 可以去做甚麼 可以去看甚麼醫生 去哪裏看醫生 又幫那個學生查一查 他剛剛吃了自己買的成藥 究竟那些成藥是否正確 之後Victor知道的時候 就立即幫我們去查一查 他去Urgent Care有很多間 但他只可以去哪一間 去那一間的時候 聯絡電話地址是怎樣的 他就立即幫我們找了 之後Amy和Michael知道的時候 就立即回家 他在家煮好東西吃 晚上就送到這個學生的家 讓他不會 飢寒膠逼之下 之後就重傷而亡 命令之後 那幾天有需要的時候 Skywalk的醫生Kary 又花了40分鐘 跟這個學生去談電話 去幫助他解決一些問題 所以整件事裡面 我就看到 Skywalk不是一間冷冰冰的教會 是大家都願意給神用 願意在自己忙的時間 都願意去付出 願意去犧牲 來實踐彼此傷害 一個牧師 看到自己的會友、教友 是願意去遵行神的命令的時候 我就感到很高興 我就感到很開心 那一天 照顧完大學生的夜晚 我就發了一個WhatsApp的Message 給我的師父 廖威尼牧師 大家記住 我跟廖牧師有三十多年 沒有四十年了 三十多年了 都二十幾三十年了 我做年輕時 我做積青的時候 他已經是我屬靈上的父親 我發了一個Message 告訴他 牧師 今天我有機會去幫助一個大學生 令我想起 想當年我年輕的時候 有一次病到 劇工都回不了 你很nice的 就去買了一盒我喜歡的鍋蛋麵豬肉飯 Deliver來到我家給我吃 你問是你的牧師說什麼? 他說他已經不記得了 他只記得去個ER探過我一次 那次是另一件事 所以你看到 這位牧師對小羊的關心不是一次半字 是挺 consistent OK? 之後他講了一番話 他在WhatsApp上打了一段東西給我 我覺得這段話 很值得你和我作為警惕 提醒 我讀給大家聽 廖牧師跟我說 他說 感謝主你有愛心去照顧有病的羊仔 我發現現在很多教會的牧師 只是會做知識的教導 但是就缺乏了去關顧羊群 非常可惜 我覺得廖牧師這段語中心長的說話 是你和我很重要的提醒 提醒我們怎樣? 千萬千萬不要跌落 教會不以為教導信徒知識就是牧羊的全部 不要跌落 亡卻了要挑戰信徒 活出屬靈知識 彼此相愛的命令的陷阱 陷阱是我們誤會了教人知識 就是一個好的門徒 我們誤會了有知識 而沒有行為仍然 OK 這個是陷阱來的 所以各位弟兄姊妹 謹記我們生命上不要懶散 要時刻認識明白神的話 亦都要活出神的話語來道彼此相愛 這個是你和我萬不能忽視 一間教會屬靈生命的成長必要記住的命令 各位弟兄姊妹 你還記不記得幾個星期前 Victor 我 Helman 我們三個 那天 那天星期幾 星期三 那一天星期三 他們兩個請假 我們三個人由早上九點鐘 駕車兜均北地區 到晚上六點 中間就沒有停 Google map告訴我們 我們那天走了十個灣區的城市 包括了我們中途沿途趕著去廁所 Walmart的城市 我們為何要繞這麼多圈呢 就是為Skywalkers Deliver 未來四個月都夠你們用的 Communion Cup 即是聖餐餅和杯 當中 Victor開車 他的電車就省油 他專心開車 我就負責去找地方 沿途沿途走的時候 就和下一站的信徒聯絡 因為我們發覺 很多時候早上去到 其實這些人還沒睡醒 我們就要立即改變路程 Hermond就在後面 專門做packaging 和送貨 我就發覺 我們三個人一起同心同工 這些去服侍弟兄姊妹的行動 就令到那天的流程很順暢 因為我想一下 若果只有我一個人去的 我駕駛車的時候 如何可以傳到訊息給你 你中途的時候 不在家的時候 我要轉地方 我又如何駕駛車 又要去找 去到的時候 再補充東西的時候 又方不方便 如果一個人做 我就會很狹狹 所以三個人一起同工的時候 沿途我們又可以 聊一些信仰上的問題 給一些關心 之後又可以聊聊天的時候 其實整個過程裡面 我們是互相享受到 同工的喜樂 最重要的是 你記不記得 那天我們送完 Chameleon Cup的時候 我在教會的WhatsApp 盤組裡面 我給大家一個 是怎樣的信息 他也不記得 你可以自己找回來看 不過我讀給你看 我跟大家所說的東西 有心意的 他說 希望這個微小的 因爲弟兄姊妹給一些傷害的行動 即是送Chameleon Cup給你 鼓勵和激勵我們 去活出聖經的教導 就是約翰一書四章十九節 我們愛 因為神才愛我們 Let's remember that 讓我們謹記 There is God's love and Christian love Among us During this extraordinary 2020 在這個不一樣的2020裡面 在Scarwalk當中 有神的愛流動 有弟兄姊妹之間的流動 在後來就是HAPPY FANSGIVING EVERYONE 這樣才會快樂 希望弟兄姊妹 你明白到 我們去做那個Delivered Communion Cup 就是希望我們以身作則 用我們的生命來讀 去鼓勵大家 在這個日子 不要忘記 仍然要切實彼此傷害 所以 在這個深秋林 這麼聖誕的日子裡面 大家不要只是送禮物 這麼簡單就算了 嘗試和身邊人 活出彼此傷害 帶給身邊的人喜樂 帶領身邊的人來認識神 我挑戰你如何 由現在到年尾這個月裡面 剛才我們所選擇的 Suggest的行動裡面 你每個星期 起碼要付一兩單 來幫自己贖令生命成長 活出一個土神喜悅的 門徒人生 再提一次大家這些 要我們愛 因為神才愛我們 有著甘心付出心態 合乎聖經教導 給自己的傷害行動建議 包括哪些四樣呢 第一 關心祈禱身邊的人 但是必須要有 甘心付出犧牲的精神 你要耐心聆聽 適時回應 持久支援 英文 Be patient Responsive Supportive Consistent 第二 就是由關心 關父 所引發出的 下一步行動 有所付出 有所犧牲的 Next Step 做義工也好 什麼也好 不要緊 總之你要圓滿 聖經當中有的心態 第三 對著你不對的人 尤其是你親人的時候 以愛相待 第四 能夠的時候 就跟同心的基督徒 一起彼此相愛 來享受當中共同的喜樂 互相分享 帶人認識神 帶給身邊的人又喜樂 講到來到這裡 查一查 我們有沒有互動 工作人員可否告訴我 剛才有多少人 給了心心 即是說他 記得譚詠倫的歌 甚至乎一兩個歌詞 沒有了 數不到 那剛才你數了多少個 我看你舉了手指 大約多少個 蛤? 只有八個人 從八那麼少? 之前是吧 Anyway 不要緊 如果你是記得 《愛在深秋》 以及裡面其中一兩句歌詞 就可以了 你馬上扔心 我等他們再做一件事 為甚麼要看著《愛在深秋》呢? 講到晚美的時候 我想用這句歌裡面的幾句歌詞 來給大家一個警告 這首歌也有警告 聽著警告些甚麼 各位丁師妹 若然當我們懶散的時候 我們慢慢就會亡卻了彼此相愛 當我們亡卻了彼此相愛 生命少了愛 人生自然會包容力少了 自然會犯怒 我們就會越來越容易 帶給身邊人生命裡面的苦劫 這樣 你不會開心 你身邊的人都不會開心 有一天 若你想起這幾句歌詞的話 你就會聽著我重新演繹這幾句歌詞 《愛在深秋》中有幾句歌詞 因為以前你曾經僅僅僅跟隨神 你一個愛神跟隨神的基督徒 但今天已經不是 所以 今天 曾淚流 你想起你以往是多麼愛神 而流失了成為一個流離失所的迷洋的時候 你哭得無謂 既然神已經藉著聖經 提醒了你跟我的時候 弟兄姊妹 趁著深秋臨間聖誕的日子 好好地 仍然實踐彼此相愛 願神祝福大家 讓我們一起得到祈禱 差天父幫助我們 生命中不要爛散 願意付出 願意犧牲來實質 彼此相愛 以至這個教會是溫暖的 人與人之間有愛的流動 以致我們整間教會在地上 活出吸引人認識你的生活模式 以致我們能夠圓滿神在地上 給基督徒的使命 讓我們彼此相愛 帶領身邊的人認識神 徒告奉靠基督明治祈禱 阿門 速營動 降臨 äng 持grupp 感谢观看